大家好,歡迎來到這集的曼聯新聞一分鐘 希望大家記得CFS,留言,讚好和分享 訂閱我們每天和大家討論曼聯的YouTube Channel 包括新聞台和大北台 今天繼續和大家曼聯球員足夠清 看看哪個夠魔性的系列 這個系列來到尾聲 最後幾位球員介紹完 這個系列就完滿地結束 今天和大家討論,乖書福特 福仔來說 在足球上高的情況也不用多說 我們在節目也介紹了很多 很多時候會在泰泰北角度 都會說起福仔還未頂 我簡單地說幾句 福仔是一個清訓的產品 因緣濟雨雲高爾的大領下上了一隊 一路都算是快站穩了一隊的位置 有他的射門能力也有 還有他現在和馬仔兩個都算是一個很好的拍檔 上一季入球和馬仔兩個都算是一個相當好的水平 但當然我們作為馬聯球迷 希望他可以更進一步 一般來說 很多朋友對他都比較上覺得他獨食 其實他和馬仔兩個是挺有趣的 馬仔很不獨食,很喜歡給球 但是福仔相對來說是獨小小 但是兩個都是在禁區裏面 不夠捕捉得多機會去射球 其實是相負相成的 因為我們馬聯製造出來的機會也不太多 所以希望我們馬聯繼續可以在做球方面 做到東西的話 他就可以做多些入球的工作 那麼獨食這件事 我自己就不是太過戒懷的 因為如果你是一個正式的九號射手的話 獨食這件事是元素之一 但是究竟福仔 接下來幾年繼續做邊線的攻擊球員 還是做這個九號射手 其實還有很多斟酌的餘地 所以我覺得他最重要是 不要純粹只有一瓣 我曾經都說過 如果你只有一瓣的話 就很容易被人看死 所以希望他會發展多些 今年也聽到了 應該在Andy Mehton說 他請了一個私人教練 希望他可以在射門 或者進攻方面 可以更加多姿多彩 足球方面我其實今天 未必想說太多 先給了分 福仔我會給7.5分 為什麼呢 因為他在曼聯的表現 我覺得這麼多年來 都值得7分 尤其是有一件事 大家要記得 他其實在上半季 上季的中段 都是有一個背霜 其實一直 現在好像也不太行 現在肩膀霜應該是小事 但是他那段時間 背霜都繼續為曼聯精戰 其實這個 我們曼聯熊魔鬼的精神 絕對 福仔一點都不少 另外 為什麼要給他多5分 還是0.5 因為我原本覺得他值得7分 但是給多0.5 就是因為我現在要跟大家分享 關於福仔在球場以外做了什麼 說真的 我知道很多朋友沒有興趣 如果你們沒有興趣 聽到以下的東西 你們聽到這裡 就可以了 沒有問題 但是以下我所說的 其實就告訴大家 曼聯 不是一隊足球隊那麼簡單 其實他也很緊張 尤其是清分出來的朋友 很緊張他們的性格 成長 福仔正正在這方面 就絕對做到一個非常好的典範出來 其實我這個節目有時間不中都說 不過這一節既然講福仔 我想講多一點 講詳盡一點 他其實一直都很關注 一些小朋友 尤其是比較窮的小朋友 沒有東西吃的 為什麼呢 他自己小時候 他媽媽都要做幾份工作 就為了什麼呢 為了他們幾個兄弟姐妹 有飯吃的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他就說 當時英國政府也有做些事情 當然 上學的時候 就會有一些免費的午餐給他們吃 但是往往放假的時候 就沒有了 其實正常情況之下 你的父母就是 找食物回來 賺錢買食物 這個也很正常的 但是問題就是 現在的情況 大家都知道現在世界上 很多事情發生著 也很多 英國那裡很多 尤其是比較窮一些的家庭 可能就連份工都未必有 或者減了薪 所以很多小朋友 真的很大機會 會捱餓 沒有了那個免費的午餐 所以福仔也身同感受 他自己也知道 這些午餐 一些免費的服務 對於一些小孩子有多重要 所以 他當時寫了很多信 給那些議員 希望你們可以通過 放假的時候 都可以給到 午餐給那些小朋友 最初沒有人理會 甚至有人笑他 他說 有些議員 我曾經見過 問福仔 你知不知道 父母是一個責任 如果養小朋友 福仔答得很好 他問那個議員 其實你知不知道 有哪個父母 沒有將子女 放在他們的手上 其實很多議員 很離地 就不知道 其實現實上 很多人根本上 份工沒有了 或者賺少了很多錢 在這方面有困難 初初已經沒有人理會他 後來 越來越多足球圈的人支持他 亦都越來越多 當地的英國人支持他 所以 已經成功地 第一次 Boris Johnson 英國首相 改變了 那一次 放假 成功了一次 之後福仔 就不是就此就算 因為他根本上 你看到他 不是做一個PR的事 他真的很想做這件事 結果 之後 會繼續放假 因為 那段時間 不是放假 那麼簡單 應該是停貨 所以有一段長時間都沒有 好 之後 他自己 首先有一件事 有很多人會說 你只有港幣 你自己有沒有捐錢 絕對有 有自己拿錢出來 買一些食物給小朋友 這絕對有 他不僅 他還成功地 聯繫了很多不同的機構 一些大的機構 去捐一些食物出來 給小朋友 就算政府不做的話 他也繼續做 他不只是挑戰政府 他不只是叫政府去做 他自己也去做 又聯繫了一些相關的商家 一起去做 OK 之後又到下一個 即之後復了貨 有那些 FREE MEAL 之後又放假 又放假 他又怎樣 他這次 聯繫了很多 本地的餐廳 其實他在網上都很叫 一呼百應 很多當地的餐廳 即英國當地的餐廳 就說 我們做得多少 其實大家想想 當地的餐廳 本身來說 他們都受到現在的影響 他們的生意都是不好 但他們都做得多少 捐了不少的餐廳 給那些有需要的小朋友 No question ask 總之你有需要的 你就來拿 之後 他又再放長假 政府又來了 這次 一開始 國會已經否決了 當時來講 那些國會議員 都爭取了 但始終 可能政府都沒有錢 我猜 就否決了 福仔做了一個網上的 派訊 結果最終有百多萬 英國人 就簽了名 就覺得 應該要給那些 FREE MEAL 給那些小朋友 結果第二次 第二次 成功地 令到政府 U-turn 給那些FREE MEAL 給那些小朋友 令到小朋友 就不用捱我 兩件事 兩次 令政府 U-turn 之中間 英雷王 給他一個MBE 如果你是求名求利 你拿了MBE 就收聲 很多人已經 但福仔沒有 福仔根本沒有想過這些 老實說 我不認識福仔 我不知道是否真的 但你見到他的動 你見到他的行動 他做的事情 就是這樣 所以他現在盡量聯繫了多些不同的機構 希望這件事 就算政府不做 都可以有多些 比較大的機構去做這件事 因為英國都有一些 叫Food Bank 食物行的東西 其實一直都很多 有需要的人 都依靠著他們生活 所以福仔繼續在這方面 看著 有什麼事 他又出聲 他又出聲 所以這件事 我想他真的 由於他自己的出身 他明白到這件事 對於那些小朋友的重要 所以他就很緊張 很緊張 當然 在同一時間 他亦都有接職 例如做一些宣傳 我看到他的IG 也有做一些廣告的事情 開始有些不喜歡他的人 就是覺得你這樣不對 又或者你這樣是不是為了自己 如果你聽完之後 你都覺得他是為了自己 OK的 我不反對這件事 英國也有些人這樣想 開始有些報章 就動他 動他什麼 第一 就說 揭了出來 他買了幾間房子 這段時間 他又在美國 嘗試註冊自己的名字 做品牌 好像想賺錢 那樣 福仔也出來說 其實福仔 我覺得他的初心很簡單 所以他絕對不怕出來說 他說 因為我也要保障我家人 買房子 其實就是保障到家人 就是希望 我家人都生活 受到保障 就是這麼簡單 他就沒有說到那個註冊 因為不知道是否真的正在做 所以他完全不怕你說 另外 近來這段時間 他又開始做多些事 就是說 他自己小時候 他說 不知道原來真的有些父母 在小朋友臨睡前 拿著一本書 跟他們一起讀 一起說故事 因為他說這些事 我在電影中看到 但我以為這些是電影才會發生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他媽媽要做幾份工作 所以根本上沒有機會 拿著一本書跟他們讀 而且他也可能未必有限子 去買書 因為英國買書 有時也有便有貴 而且他媽媽沒有時間 他媽媽有時也會跟他講故事 但原來就不知道 原來是拿著一本書一起讀書 因為他說十幾歲才開始 看課外書 他就覺得原來看課外書之後 對他的成長有很大的分別 他說看書可以令到 他可以放開自己 離開了一個現實的自己 他就想 如果我們小時候已經可以這樣做 可能對於我們的成長有很大的幫助 他自己就沒有經歷這件事 因為他說對於他來說 書就是上學讀書的書 他就不知道原來看課外書 有這麼多好的好處 可能他家裡的關係 沒有買課外書給他們看 我想在香港很多小朋友 就不會明白這件事 因為香港的父母基本上 買到你整個屋都是課外書 大部分都是這樣 所以他就說 我現在要搞個書籍 最想做什麼 他就說第一 他就會和一些記者合作 一起寫書 說說自己的故事 這是第一 第二 他也會選一些書 覺得適合小朋友看的 如果他覺得那些書是適合的 就會吸引 例如福仔推介 最重要的是什麼 這些都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 如果有需要的小朋友 他願意把那些書 免費給他們 即是說 福仔現在已經去到另一個層次了 除了希望可以解決到 這些小朋友沒有飯吃 不夠飽之餘 他也希望小朋友可以看多些書 因為他自己也知道 他那些親戚 小朋友 個個都拿著電話 個個都掛著打機 他現在這一刻 雖然其實他很小 他已經是二十歲 他就說 原來他現在是二十歲 他現在是二十歲 他就說 其實他十幾歲開始看 看書的時候 發現原來真的很好 所以他也 除了說 這個就未必是關於錢的事 因為買書 其實如果有時候減價的時候 那些書都不是很貴 但始終都是一個 小小奢侈品 對於他來說 或者對於一些沒錢的小朋友來說 所以他就說 其實他很想鼓勵他們 看這些書 因為他覺得看書 原來真的跟打機是很不一樣的 那你就看到 其實福仔做這些事情 一方面你可以說 他出書 他就有錢賺 你可以這樣說 絕對 但是 另一方面 他又覺得 如果真的有小朋友的需要 是絕對他免費給些書 他們是完全沒有問題 那究竟 他的出心 他的初心 純粹是為了大家好 還是他真的想著 賺錢在背後 大家自己評論 我想大家聽完 都可以自己找到資料看 那你就可以明白到 其實福仔 他是打算做什麼 其實他就說 他為什麼做這麼多這些事情 其實是很簡單的 其實他被誰看法到 他就被史達寧 啟發了 因為他說當時史達寧 曾經為很多黑人球員發聲 為什麼呢 他說當時英國的媒體 很偏激 他說同樣 在曼城 兩個青年球員 一個白人 一個黑人 兩個都買了房子 給這個家 但是呢 白人的報道 這個人真的股價了 買房子給家住 黑人的報道 這個球員 真的洗腳抹腳了 都沒踢過曼城正選 就去買房子 Stirling當時就說 有沒有搞錯 兩件事有什麼分別 為什麼有報道可以差這麼遠 他曾經在那段時間 說了很多事情 也做了很多訪問 福仔就說 其實史達寧也做到 為什麼我又不試試做到 我既然覺得這件事這麼值得做 所以他就從那段時間 開始慢慢慢慢去做到現在做的事情 我對於福仔來說 當然自有欣賞 說真的 如果這件事 其實我加0.5分 比他加得少 不過始終我都明白 曼眉早晨的聽眾 有很多都沒有興趣 對這些事情 所以我趁這個機會 終於有機會 可以說多一點 福仔究竟做了什麼 對社會的確有一定的影響 初初都說 我都猜 會不會福仔 遲些重症呢 但看過世就不會了 因為他純粹是為了 一些小朋友發聲 我覺得他應該不會重症 好 Anyway 今集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聽到這裡 記得給福仔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 Hello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節的萬聯新聞 一分鐘 繼續我們馬聯球員 逐個清 看看哪個舊魔性系列 這節會和大家介紹的 就是馬迪 馬迪 他打防中的位置 也是很淡定的 而且 他的體位 真的做得不錯 往往 他有機會可以幫忙 帶出重圍 但有時候 他帶球太久 令到小時候 逼掉他的球 也有一點點 偶爾覺得拖慢了 我們進攻的節奏 但無論怎樣也好 我覺得 以他打防中的身份 他也算是挺成績的 你也看到 他是一個 叫什麼 他是不多說話 你以為 但其實 我有時候看他的社交媒體 社交媒體 其實他也挺搞鬼的 不過他最好的地方 就是什麼 他呢 比如假設 蘇姊柴有一陣子 不用他 他就不會在那裡 吵生 他就會 慢慢繼續 在自己的訓練 越做越好 總之 用他的表現 令到 領隊 用回他 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態度 你有實力的話 那些教練領隊 不會看不到 除非你說 有些個人偏好 那些另計 如果不是的話 只要你有實力 你繼續 尋著應戰 那你就會自然 打得回 你看到馬迪 上年 上半季 基本上都沒有用過他 但下半季 有11人 就有他份 當時來說 越打越好 但始終 他來到曼聯的時候 已經是 未必可以說 長長波打 那隻 一定要養著他 其實他來到的時候 我已經這樣說 但是 他也是一排 有一排 就經常有踢 有一排 就經常沒有踢 我自己覺得 在 教練管理 出場時間方面 你問我的話 做得不太好 如果做得好一點的話 他還可以表現得更好的 我覺得 好了 說回 他跟車仔 都有不解之緣 因為他很早的時候 已經簽了車仔 但是那時候 一遇很多年輕球員 簽了給車仔之後 就不受重用 結果就賣去奔菲家 但是 結果 在奔菲家打起了 好像奔菲家那時候 就由這個十號位 轉踢了房中 也令到他 踏上這個成功之路 在足球上高 在奔菲家成功地 拿到一些錦標之後 然後又回到車仔 這些故事 以車律師來說 經常都聽到 2014年1月 就終於 用2100萬英鎊的 轉賠費 回到車仔 在車仔 最初是踢得不錯 尤其是當時 他最當打的時候 他就一個殺光 在房中那裡 但是後來 因為傷病的問題 還有 後來 李斯特城的簡迪 加盟了 他慢慢 在車仔 比較失去了 必然正選的位置 然後 由於 摩連奴 來了曼聯之後 他也跟隨著 加盟了曼聯 尤其是 我很記得 摩連奴 最初 馬迪加盟的時候 摩連奴用了很多 因為熟 他也的確 是被人穩固的感覺 但有時候 穩固了 他可能有點慢 感覺上 你問我 他真的沒有什麼 他踢球的路數 也很穩定 穩固 但是 他現在最出色的地方 就是 我們如果要打得很進攻的時候 即是 我們的中堅都走上去 他就醒目地自己退回 諾克格 但是始終 他也是打中場出身 他的防守 真的 中場式的防守 所以 有些朋友說 馬迪可不可以改打中堅 馬迪改打中堅 這件事 很雞肋 為什麼呢 因為路數方面 或者位置方面 其實他就非常OK 但是在攔截方面 或者真正的一對一防守 他就真的不OK 所以 我覺得 除非我們真的沒有人用 又或者 我們要一個攔截性 相當強的中堅拍檔 給他 馬迪就可以有機會 踢下客串 他就算是中堅 如果叫他常規踢中堅 我覺得這個機會蠻敏 再加上 他現在已經是32歲 所以 就算他繼續踢 也不會踢得太多長的時間 與其 現在改變 改路數 改位置 踢中堅 我想已經太遲了 而且 你也知道 我們也說過 我們的教練團隊 對於球員的改造 或者不同的位置 其實就不太強 所以 這件事 差不多 沒什麼可能 所以 你問我 馬迪 是一個 蠻好用的球員 實而不華 可以這樣說 所以 我也給他6分 不過 又是那句 6分 在萬聯來說 最高 即是在萬聯來說 這段時間 你說他在萬聯中 會不會再高一點分 就比較好 因為他和馬達都一樣 都是車仔過來 以及 來到萬聯的時候 其實已經過了高峰 所以 但是 他們倆都算是可以 在萬聯 做到些事 幫到些手 但是 你說 有沒有可能再創高峰 這個機會 就比較穩 但是 馬達這個球員 絕對 我覺得是用得過的 他差不多都交足空貨給你 這下就好 OK 今集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次的萬聯新聞 一分鐘 繼續 萬聯球員續過程 看看哪個夠魔性的系列 今集和大家說 就是福素文莎 文莎 其實在萬聯來說 出場的機會 不是太多 其實他是一般 清粉產品 他很年輕 他已經從阿積斯轉了 會過來萬聯 然後 萬聯又繼續成長 但是 一路 可能 說真的 他比較沒有什麼特色 他在防守方面 加上防中 很多位置都踢過 但是 沒有哪個位置 就是踢得比較突出 所以 說得好聽 就叫通天老觀 說得不好聽 哪個位置都不是太過 顯眼 所以 亦都令到他 在萬聯的 球隊裡 都有點平平無期 然後 他也是 一如很多 年輕球員一樣 外借了出去 曾經 2017年的球櫃 借了他 水晶宮 當時 法蘭迪寶亞 帶領水晶宮 投了幾場球 但之後 大家都記得 很快就已經 不是他了 結果可能 法蘭迪寶亞 也有用他 但之後 也不是太多 接著那季 借了去富咸 富咸那季 其實原本也踢得不錯 但很可惜 在那季 有一個很嚴重的受傷 十字印帶 亦都要做手術 大家都知道 十字印帶 如果做過手術之後 始終 都是差一點 但他都成功地復原 2020年 就回來 曼聯 那 他 是 對不起 2019年 即是說 傷了之後 對不起 2019年 就傷了之後 就回來 萬聯休養 然後2020年的6月 就開始 在萬聯一隊 有機會上陣 但其實 都不是踢得太多 所以 雖然 他都曾經 被評為 幾好 潛質的球員 但現在 我想 在萬聯裏 或者外借 都浮浮沉沉 他的約 也在今季 結束 今季結束 所以 他成功地成為 我們 一月 很熱滿地 要賣走的四人組 其中一名 除了 阿文沙之外 還有 羅河 羅美六 和 一代中司 這幾位球員 都說一月 萬聯希望 可以幫他們 找到下一個好的球會 其實 也有些可惜 因為阿文沙的身體質素 速度 都有 但 不少球員 都有這個問題 就是 他沒有什麼 踢哪個位置 特別出色 特別好 所以很多時候 大家都當了他一個 踢補球員 踢補球員 最大的問題 就是沒有什麼正數 上陣機會 多數都是後備入踢 或者是誰受傷 就找你去頂 老實說 你找他去頂 他就稱職 例如今季 也有一兩場球 踢過集位球員 其實都 穩打穩摘 你說他 很亮麗的表現 又不是 但他又穩穩陣陣 所以 這些球員 其實你問我 我不知道萬聯會不會 跟他續約 聽聞機會 就很小 但其實 如果他繼續 可以留在 我覺得 其實始終都會用到 因為 譬如今個球季 或者下個球季 賽事都非常頻密 有幾個位置都可以踢 還有 並不是太差 的球員 其實我又覺得 應該可以留一留 不過 可能萬聯 就未必是這樣想 而且 他自己 據聞 始終他一直有踢 荷蘭國家隊 也希望 會不會 多些正選的機會 可以爭取 入到 荷蘭國家隊的大軍 所以 無論是萬聯方面 或者是文莎自己 看樣子 留下的機會就很小 老實說 如果他去一些 英超的中下游 一定是有這個實力的 或者回荷蘭鐵 都可以 所以 我又不是太擔心 因為他始終有 差不多的球員 但在萬聯 可能找不到他的位置 這個也是 有點可惜 我覺得 因為這個球員 其實都蠻好用的 比分方面 我還是給他五分 因為他始終 其實機會又不多 我們都不太看得到 他的實力 你看到他 也是屬於 默默奸魂那隻 但很可惜 在萬聯 就應該看樣子 等待不到他的機會 希望他 如果他離開萬聯之後 有更好的發展 今次來到這裡 大家都可以幫他 給他分 OK? 拜拜